立法會財委會開會 其中審議一筆拖足9年涉及康文署的撇像申請 而這筆胡圖像是關於誤發房屋津貼 1998年音樂事務統籌處改歸兩個前市政局管轄 對音統署的員工關鍵生同年升職 由公務員轉為合約制 可以享有相當於人工三成的房屋津貼 到了2000年因為政府解散了兩個市政局 關鍵生轉為康文署僱員 在新政策下他應該不合資格申領房屋 但是康文署計錯了房屋 照舊發房津貼 去到4年後才發現出錯 政府發信通知他 但卻沒有明確指出他無權享有房屋 康文署期後取得律政司意見 要求關鍵生退回近87萬元津貼 政府之後更為此和關鍵生對報公堂 區域法院法官08年宣判時認為 事主不涉及不誠實意圖 只是受康文署誤導判政府敗訴 康文署和律政司相討 認為款項已追不回 但拖到現在才提交立法會申請撇帳 有議員質疑康文署和律政司溝通有問題 這個案件已經是1998年、1999年 為何到現在才拿來立法會 為何這麼遲才發現 整件事就是距離申請八十多萬 但他可能用律師費 可能已經超過一百萬 這件事我們是否值得 經過這麼多層政府官員 都可以出一個糊塗帳 又要上去報警、拿法律意見 這是難以理解的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曾直至解釋 有關的撇帳申請去年已經提交立法會 只是因為上架財委會拉布未來撤審議 不過都承認事件涉及人為疏忽 有欠功勻 康文署已經就個案做內部調查 有四個人員要直接負責 其中三個人獲發書面或者口頭警告 而最後財委會都批准了那筆撇帳申請 Owe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